但也關心娛樂焦點 大S前夫王曉飛跟女星張穎穎緯文傳了很久 近日王曉飛拍到說張穎穎同框出現 張穎穎不僅開著王曉飛的豪車 更連續多天進出南方家 還被拍到一起去做PCR 兩個人雖然沒有太多交談 但此舉引發外界熱議 王曉飛曾經一度遭到質疑是婚內出軌 為此她還發文神經 跟大S是和平的離婚 並表示讓張穎穎遭受到無端的誹謗 非常抱歉 再來其實看到藝人的招安以軒 2017年嫁給身價白衣的成容戀 並生下一對兒女 隨著老公定居澳門 今年1月的時候 老公因為涉嫌非法洗肩 遭到澳門警方逮捕 安以軒也因此變得相當低調 有眼尖網友發現 她已經很少在更新動態了 跟老公的合照也全部都消失 甚至將設定改為 僅展示半年內的微博 前些日子雖然有傳言說要付出拍戲 但是至今人為獲證實 有陸媒也推測說她不排除有隱退的可能性 繼續看到藝人劉鴻跟周杰倫雖然有著好交情 但最近她靠著直播毯子操配上了周董的歌曲 《本草港目》一推出就引爆熱潮 最近音樂平台重新上映了周董兩場演唱會 更是累積了一億人次的觀看 恰巧劉鴻貼出了多年前跟周董一起建設照片 有網友雖然說又在蹭流量 不過更多網友喬碗說 劉教練合體周董跳毯子操 議員米可白日前在台南拍攝新戲 得知自己確診之後立馬回台北隔離 她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自己確診的前三天都在狂合 甚至合道只能夠坐著睡覺 令她相當難受 但她也自嘲說 好在之前拍戲練就了站著睡覺的本領 坐著睡覺也難不倒我 最後她也以自身的經歷表示 真的不是每個確診者都像小孩感冒一樣 還是要看體質 因此特別的感謝所有辛苦的醫護人員 好 接著來看到 Sandy吳山儒月初的時候確診 但是還好只是輕症 三天就退燒了 她通過說復原的大概花了兩週的時間 現在就是比較累 有種大病出癒的感覺 特別是她分享自己靠著食補 不要而喻 Sandy分享她為了增加抵抗力 即便身體不適還是硬吃 累了就睡 吃了就睡 喝了大量的水 完全不吃藥 由於是Ompho是溫病 所以就吃比較涼一點的東西 例如像是椰子水來煮湯 或是用洋蔥來舒緩喉嚨不適 不過她也強調說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 還是要依照個人的狀況跟專業評估 解個出關她自嘲說胖了一圈 一直被經紀人逼迫要減肥 旺旺水神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鹽的這個叫做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好同時呢 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康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L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